亲爱的兄弟姐妹 有关德行以及与德行对立的罪恶的教理讲授中 我们看到基督徒的生命参与着一种持续不断的搏斗 以抵抗罪恶并同时在圣洁中成长 耶稣本身是无罪的 他接受了约翰的施洗并在旷野中受试探 为的是教导我们需要在属灵上的重生 思想和心灵上的贵意 以及对上主的慈爱和持续不断的恩宠 要有毫不动摇的信心 愿我们每周对德行与罪恶的反思 帮助我们效法上主的榜样 在智慧和自我认识上成长 并能分辨善恶 当我们在德行的认知和实践上有所进步的时候 愿我们体验到与上主亲近的喜悦 这些一切美善的传员 真正的幸福 以及圆满的永生 教宗圣父 现在以意大利语向我们致意 欢迎大家 尊质 我来自家的朋友们 和救护 保护 请大家和你 祝福的祝福 祝福 在祝福 在祝福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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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向今日参加公开接见活动的英语朝圣者和旅客致宜 特别是来自马尔他和美国的团体 愿你们和你们的家庭珍惜这个圣诞节兴旗带来的喜乐 并在祈祷中亲近来到我们中间的救世主 天主保佑 Dominum Hoviscom Sidnome Domine Benedictum Ajuterium Nostum in Omine Domine Benedicta Vos Omnipoten Seos Pater, Filios e Spiritus Sanctus Amen